没看到妈妈了 妈妈居然躺在草旁边 她想说 妈妈大概做工太累了 妈妈好辛苦 躺在路边睡着了 然后她再仔细看妈妈 妈妈的左手还捏了 她最喜欢吃的东西 妈妈对我好好 妈妈这么累 睡着了 她就把妈妈 放在她的大腿 妈妈你先睡觉 睡醒以后我们回家 结果她妈妈 她躺在她大腿上 一段时间以后 她发觉一件事情 她的妈妈眼睛没有闭起来 为什么你知道吗 对啊 她那个时候 整个眼泪都哭下来 原来妈妈死掉了 眼睛没有闭起来 她那个时候 一直掉眼泪 又下雨又掉眼泪 哭不出声音 很伤心 然后她伤心一段时间以后 她想 妈妈这么爱我 然后眼睛没有闭起来 她一定是放心不了我 手上还拿着礼物 怕我在家里 等她没东西吃 所以妈妈眼睛没有闭起来 我一定要让妈妈很安心 让她知道说 我长大了 请你安心的走吧 所以啊 她就把她妈妈教她的歌啊 她用力的唱 真的唱出声音来了 当她唱出声音很大声的时候啊 她的妈妈居然流眼泪 然后眼睛闭起来了 妈妈安心的走了 然后呢 这个小女生啊 从那天开始啊 就会讲话了 而且她很独立的活着 照顾自己 这样来抱她妈妈 对她的恩 来 各位 她妈妈教她唱来一首歌呢 请翻到 歌本里面有一首 感恩的心 她妈妈教她 最后这四句话 她唱的最大声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花开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啊 她唱出来了 她妈妈就安心的走了 还有一个故事 顺便告诉各位好不好啊 在我们中国大陆 张州啊 有一条江 叫 曹娥江 曹娥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哦 有一个爸爸 他每天出去唱歌工作 因为她是唱歌仔戏工作 然后呢 赚钱回来养家里 那有一天 这个爸爸出去外面 赚钱啊 回来跟人家交际应酬啊 喝了很多酒 结果在船上喝醉酒 掉到水里面 哇 淹死了 然后 他家有一个十一岁的女儿 曹娥啊 然后 妈妈就跟她说 曹娥啊 你爸爸淹在水里面淹死了 妈妈好伤心啊 曹娥一听 就跑到那个江旁边 巴巴巴巴巴巴巴 一直叫 叫了三天 根本没有看到爸爸 已经沉到水里面了 大家就让他曹娥啊 赶快回家了 你爸爸已经淹到水里找不到了 结果啊 曹娥就跪在那边 我一定要找到我爸爸 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啊 脱下来以后 那个江河流得很急哦 然后呢 他跪在那边说 哎呀 神啊 佛啊 请你找到我爸爸 衣服沉到哪里 一定是我爸爸的身体在那边 然后他就把衣服丢到河里面 然后那衣服就随着流 水一直跑啊 曹娥就一直追一直追 突然到有一个地方啊 那件衣服就沉到水里面 曹娥就 咚 跳下去了 他想说爸爸 尸体一定在那边 死了也要把爸爸抱回来 结果跳下去以后啊 曹娥也不见了 大家就很伤心了 哎呀 小女生也不见了 死了 到了隔天早上 到了隔天早上 曹娥的尸体也浮出来了 而且还抱着他爸爸的尸体 抱着他爸爸的尸体 哇 大家好感动了 这个孝顺的女儿啊 终于找到他爸爸的尸体 所以当地的政府就把那条江啊 改成曹娥江 来纪念这么孝顺的一个小女生 所以各位 衣服鞋子谁买给你的啊 爸爸 饭谁给你吃的啊 爸爸 哦 那我要问各位 很多人有拿过香啊 甚至拜拜过 有跪下来拜拜过的举手 大家都有放下 然后我们各位 爸爸妈妈对我们这么好 你有跪下来 跟爸爸妈妈磕头过的举手 哇 鼓掌 最伟大的 有些中国人哦 爸爸妈妈活的时候 都不跪下来 摆啊 等爸爸妈妈死了 才能跪啊 磕头 爸爸 你要不要做鬼哦 你赶快走哦 不要留在家里哦 所以各位 首先啊 你要了解 哎呀 我们可以读书 可以吃饭 这些都是爸爸妈妈给我们 阿公阿嬷照顾我们 哎呀 所以我要感恩的心 同学们 现在你慢慢长大了 你会觉得说 哎 我怎么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为什么我隔壁那个唱歌这么好听 为什么我后面那个女生眼睛这么漂亮 我怎么眼睛小小的 然后回去问妈 你怎么把我眼睛生那么小 妈妈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又不是故意的 那同学们 那你要研究研究 到底我们的外表眼睛大小 家里有钱还是穷 谁在控制的 你知不知道 谁在控制的 自己对不对 各位你要知道哦 不是神 不是佛 不是风水霸制 控制你的命运 跟你的外表 是你自己的思想行为 来 问一下 注意看哦 这杯水为什么会变甜的 为什么 加糖嘛 不用想了 为什么变形的 那你就懂了 所以变甜的变咸的 不是任何理由 是你自己加糖 或自己加盐巴 同学们 你的思想 你的语言 你的行为 制造你自己的命运 知道哦 先跟我背六个字 一起背 行为反作用力 我对你笑 你就对我笑 我打你一拳 你就打我二十拳 所以对我好 对我不好 跟我是谁 没关系 是我的行为反作用力 所以各位 你了解这个 那你要注意哦 请注意听 一个人为什么皮肤比较白 你知道吗 因为他经常点灯啊 没有日光灯的地方 帮他牵日光灯啊 让那边亮起来 让伟大的人亮起来 反作用力 你皮肤就白 知道吗 一个人为什么唱歌很好听 你知道吗 跟我背一下哦 不骂人 声音好听 不骗人 口才好 不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同学们 我做个比喻 桌子上有一堆大便 叫你用嘴巴吃大便 要不要 但是你背后看到 别人的缺点 你用你的嘴巴 去讲别人的缺点 这样是不是在吃大便 哇 好多人都吃大便啊 各位 原来你的声音 口才好不好 跟你的嘴巴行为 有关系啊 同学们再注意听哦 有些人长得很高 有些人长得矮矮的 喜欢长得矮的举手 大家都要高啊 一个人为什么会长得很高 你知道吗 注意听 很谦虚 尊敬别人 甚至哦 跪下来拜爸爸妈妈妈 看到老师都会敬礼 老师好 反作用力 个子高高的 一个人很骄傲 我读书第一名 我家很有钱 你以后只能踢足球 矮矮的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哦 一个人为什么脸长得很漂亮 喜不喜欢长得漂亮 行为反作用力 同学们 前面这朵花漂不漂亮 送给人家花 甚至啊 阿公阿嬷很喜欢在佛啊 神啊 面前拜花 反作用力 脸漂亮 知道吧 还有一种 多微笑 不生气 脸就漂亮 爱生气 你就长得很丑 所以一个人长得漂亮 长得丑 不是爸爸妈妈给你生的丑丑的 是因为你爱生气 破坏环境 女同学 需不希望皮肤很漂亮 不要乱丢纸屑 把老师的桌椅擦得很干净 你皮肤就很漂亮 你乱吐痰 乱丢纸屑 你的皮肤都是青春痘 所以各位 原来一个人的外表 是决定在他的六个字 再配一下行为反作用力 对 所以各位要知道改变你自己 来 那我先来问同学哦 假设你这个人好叛人 好叛人 你说送给人家什么东西 你就不会叛人 送什么 外套可不可以 围巾好不好 让别人不叛人 送给他外套围巾 反作用力 你会不会不怕冷 很简单了哦 那我再问同学 你这个人好怕热 好怕热 要送人家什么 电扇 冷气 老师在上课就 放一个电扇 给他吹啊吹啊 老师啊 我要让你量一量啊 反作用力 你就不会怕热 知道吗 很简单 那我再问同学 男同学 你希望跑步 跑快一点 送人家什么 布鞋 哦 让他跑得很舒服 你跑步就快一点 女生 你希望长大 有很多漂亮的衣服穿 送人家什么 衣服 男同学 你希望写字很漂亮 送人家什么 铅笔 哦 那你开悟了 行为主宰命运 我再问各位 你希望长大 很有钱 送人家什么 钱 那如果你偷人家的钱 会不会穷啊 会 所以各位 再背一次 行为主宰命运 有同学问我说 师傅啊 我隔壁那个同学 人家算数都考一百分 我怎么考二十分啊 我也很努力啊 我怎么那么笨啊 为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告诉你好不好 你算数为什么不好 背后骂算数老师 乱丢算数课本 你那一科就笨啊 所以各位 你如果尊敬老师 会不会很聪明啊 对 很简单 所以我同学 你的身体 来自于爸爸妈妈 生你养你 你如果不孝顺爸爸妈妈 身体会不会好 不好 而且脸会不孝 你让爸爸很烦恼 你这个脸以后 都是忧郁症的脸 知道吗 再背一下 行为反作用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还有同学问我 师父啊 我身体怎么臭臭的啊 每次去跑步回来 就臭臭的 我好自卑啊 怎么改啊 很简单 把厕所弄干净一点 买一点香水 少在厕所 每个人跑到厕所 WC 哇 好香啊 以后你的皮肤就香香的 有些男同学上大号 还不拉水的就跑掉了 每个人进来 哇 怎么这么臭 以后你开口讲话 都是大便的味道 同学要知道啊 所以 你对待别人怎么样 你就得到那个样子 知道吗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爸爸妈妈给我们身体 养我们 给我们钱 如果你报 不报恩 不孝顺 反作用力 你就会很穷啊 多病啊 外表很丑啊 老师教我们上课 告诉我们中文怎么写 英文怎么讲 电脑怎么打 你不尊敬老师 写字就丑丑的 头脑就笨笨的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以后啊 那你就要开始注意你的行为 要感恩 要报恩 同学们 做个实验 三分钟不要呼吸 开始 三分钟 停 等一下死光光 各位 没有空气 能不能活啊 那我问你 这个空气氧气 从哪里来的 你知道了 太阳照到树 产生光合作用 氧气给我们 把我们的二氧化碳 树把它吸走了 所以 树 是不是我们身体以外的肺脏啊 哦 我们马来西亚最多树了 各位 等一下下课赶快报啊 树波波 谢谢你哦 谢谢你哦 因为有他们你才有氧气啊 然后没有太阳你可不可以活啊 对啊 太阳是我们的心脏啊 有了太阳我们才有热能可以过啊 所以各位 每天看到太阳要不要 阿弥陀佛 谢谢你哦 看到树啊 哎呦 谢谢你啊 各位 你身上的血液 水 如果外面没有河流啊 干净的河流 你的血会不会脏脏的啊 哎呀 没有这个水 干净的水 你的就不健康 所以各位 不要污染水源 要了解 我们学生啊 就要学习生命的快乐 学习如何制造快乐的生命 长寿 健康 有钱 家庭美满 口才好 智慧高 那各位 这要从哪里来呢 注意你的行为 第一条 什么行为 你知道吗 来 我先讲一个故事 好不好啊 有一个人哦 他到市场去买东西 结果 看到人家在写 卖牛卖牛 买一送一 哇 买一送一耶 好便宜啊 一只老牛跟小牛 他想说 哇 我给他买回家 老牛可以耕田 小牛长大也可以耕田 买一只送一只 太棒了 就把这个牛买回家了 等他买回家才知道说 哇 老牛生病啊 不能耕田啊 小牛太小 不能耕田啊 这下亏钱了 算了 我干脆把老牛杀掉 杀掉以后 卖他的肉啊 补一些钱回来 结果呢 他就在厨房啊 烧了一锅热水 然后把他刀子拿出来 慢慢磨磨磨磨磨啊 然后把老牛绑在厨房 等这个刀子啊 磨立了以后 准备杀老牛 然后他外面开杂货店 结果有人要买东西 他赶快出去卖东西 结果跑回来 准备在磨刀杀牛的时候 刀子不见了 刀子不见了 找来找去 就是找不到刀子啊 后来在石头后面 才找到刀子 到底谁跟他开玩笑 把刀子拿去敞了 他又把刀子拿出来 又磨磨磨磨磨 准备要杀老牛了 又有人要买东西 他又跑出去了 等他跑出去 卖完东西又回来 刀子又不见了 然后呢 他就一直找一直找 一直找 奇怪 找不到刀子 后来呢 同学们刀子在哪里 你知道吗 结果那一只小牛啊 居然趴在地上 石头旁边 嘴巴流血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一只小牛 为了要救他的妈妈 居然把牛刀 吞到肚子里面来了 所以呢 他的 那个牛的 那个刀柄 还卡在他喉咙 嘴巴还咬着 那个刀的柄 然后嘴巴一直流血 哎呀 这个杀牛的人看到 哎呀 这一只小牛 为了救妈妈 吞刀子 他赶快把小牛抱起来 冲到医院 救他 哎呀 赶快 后来没办法 医生说 那个刀子已经跑到他肚子 拉不出来了 各位 他回来以后 会不会杀他的妈妈 哎呀 你一只牛都懂得报恩 要救妈妈 所以啊 他就不杀老牛 很细心的养了一只小牛 结果这只小牛 慢慢慢慢长大 刀子永远在他肚子里面 但是 至少他妈妈平安 这个人就开悟了 哎呀 原来一只老牛 爱小牛 小牛也懂得报恩 我是个人哎 我怎么还可以杀他呢 要卖他呢 所以同学们 这个思想你要建议啊 来 喝牛奶 长大的 请举手 大家都喝过牛奶 那我问同学们 请放下 牛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妈妈 他不食他的牛奶 给我们吃啊 所以同学们 以后看到牛 要不要叫牛妈妈 要不要看到羊 要不要叫羊妈妈 各位 你要快乐 众生也要快乐 生命都要快乐 同学们 你的生命重不重要 重要 如果你活得很健康 才是孝顺爸爸妈妈 如果你生病 哎呀 爸爸妈妈就会很难过 哪一天如果你短瘦 哎呀 还有爸爸妈妈送你 爸爸妈妈会伤心 你要发愿 我这一辈子 要活得很长瘦 我要孝顺父母 我绝对不能啊 短命啊 爱生病啊 那你要健康长瘦 从哪里来 哦 我必须告诉你 同学 从今天开始 行为反作用力 你让生命长瘦健康 你就会长瘦健康 知道吗 如果你喜欢杀害生命 看到小蚂蚁 让他死得很难看 那你以后啊 也会经常生病 这样知道吗 你要长瘦健康 你就要救命 不要杀生 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有一个男生啊 他每天中午啊 都要睡午觉 有一天他把椅子 准备在走廊外面 哦 今天风好强啊 没太阳 我来底下 睡在那边吹风好睡觉 结果他躺下去 他的屋顶上就有鸟巢 小鸟 呱呱呱呱呱呱呱 一直叫 吵他睡觉 哎呀 他就很生气 睡个觉 小鸟吵什么吵啊 他就跑到厨房 他很聪明哦 他跑到厨房 找了三根小辣椒 很辣的辣椒 然后拿楼梯 爬到屋顶上 三只小鸟这边呱呱呱呱呱 等妈妈回来 他就把那个辣椒拔开以后啊 每一只小鸟给他丢一个辣椒 让你吃吧 结果小鸟一含到那个很辣了 呱呱呱就不叫了 通通辣死了 他下来啊 这下我好睡觉了 他们不会叫了 后来他结婚哦 他结婚生了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都怎么样 哑巴不会讲话 他当然很伤心啊 为什么他生了小孩子 哑巴不会讲话 因为他破坏了小鸟的喉咙 让他们咬辣椒而死 所以各位 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 是因为你对待其他的命 你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啊 所以为了各位的长寿健康啊 各位一定要保护生命 绝对不要杀生 同学们 你有没有到过佛堂过啊 有没有听过沐鱼啊 咕咕咕咕咕咕 沐鱼 这个沐鱼的故事 我讲给各位听好不好 为什么我们中国华人 每一个寺庙都有沐鱼 阿嬷会敲沐鱼 那个沐鱼 为什么叫沐鱼 木头做的鱼 把他的肚子挖空 前面画一个鱼的眼睛 阿嬷就哭哭哭哭哭哭 一直敲 念阿弥陀佛啊 这个沐鱼的故事 是真实的哦 各位注意听哦 在我们中国的长江啊 长江边有一户人家 爸爸虽然很穷啊 但是他每天还是努力赚钱 但很可惜 妈妈生病 天天发烧啊 甚至还吐血啊 爸爸每天去砍柴回来 根本钱不够用啊 没有办法买很好的药衣 妈妈 所以妈妈就一直发烧啊 不小心就吐血 然后呢 这个十岁的小孩子啊 很孝顺啊 他就跑去跟医生跪啊 医生啊 请你救我妈妈 我把我的身体卖给你 只要我妈妈能够活啊 我一辈子帮你做工啊 结果他碰到一个好心的医生 跟他讲 你妈妈的病啊 我也帮不了你忙 我这个药我送给你 但是你妈妈的病啊 要一种东西才医得好 在我们长江三峡里面 有一种大鱼 叫龙鱼 这种龙鱼啊 它平常会游回大海 但是如果他怀孕的时候啊 他会游到我们长江三峡来 生鱼卵怀孕 如果你能够找到这种 龙鱼的肚子肉 配我的中药啊 来医你妈妈 你妈妈的病就会好 但是这个小孩子一听啊 他哪有钱去买这个龙鱼肉啊 但是他就去问人家 龙鱼什么时候游回来 那个渔夫说 长潮的时候啊 那个大龙鱼就会游回来 哇 他就去跟人家 借一个大钩子 绑了一线 他就跑到长江旁边啊 等着长潮 长潮水的时候 赶快要钓龙鱼来救妈妈 他不知道那个龙鱼 你知道龙鱼多大你知道吗 七公尺 这么长的鱼哦 龙鱼 但是呢 不管他一定要救妈妈 但是呢 那个长江长潮的时候 长得很快 他小孩子根本来不及跑走 结果就淹在水里面了 到了晚上没回家 爸爸哭啊 生病的妈妈哭啊 那孝顺的小孩子 为了要去找龙鱼肉 被水淹死了 妈妈伤心了 一直哭啊 一直哭啊 然后隔天早上啊 那些抓鱼的人 开渔船出去 要抓鱼的时候啊 就看到一只 七公尺的大龙鱼 浮在水上 活着 但是奇怪 是不是怀孕啊 游不动啊 还自己游到船旁边来 哇 这么大的鱼 叫了十几艘渔船啊 才把这只大龙鱼捞起来 它还活着呢 嘴巴还会动耶 但是它都没挣扎 大家想它大概生病了 然后呢 全部的人就把这只大龙鱼啊 把它抬到四场 龙鱼嘴巴还在 哇 哇 好大的鱼啊 就有人建议说 你看它肚子这么大 它一定怀孕了 生病了 游不动 我们先来分鱼卵好了 就请那个抓 看到鱼 抓鱼的人 用一只大刀子 把龙鱼肚子打开 一打开 里面是什么 小孩子居然从里面跳出来啊 它没有死耶 不但跳出来 马上跪在那边 一直磕头 我妈妈快死了 我妈妈快死了 请你们割这个龙鱼的肚子肉 给我一块 我要回去救妈妈 他们赶快割一块 他就跑回家了 大家愣在那边 这只龙鱼还没有死耶 肚子被剖开了 流很多血耶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有一个老和尚就过来了 这一只龙鱼你们不能吃啊 大家问 为什么 这一只龙鱼啊 为了救这个孝顺的小孩子啊 知道它为了要孝顺妈妈 钓龙鱼啊 看到它被摔在水里面 这一只龙鱼就把肚子啊 吸了很多空气 像潜水艇一样 把这个小孩子 吸到它肚子里面 让它有空气啊 然后呢 到了隔天上午啊 看到你们鱼船过来 它故意游到游船旁边啊 让你们抓它 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救小孩子 而且可以把自己的鱼肉 肚子肉 给小孩子救它妈妈 它像自杀一样的奉献给你们 大家一听啊 都流眼泪啊 各位 这只鱼伟不伟大 伟大啊 然后呢 他们也不敢吃这只鱼啊 就把这只龙鱼 送给老和尚 老和尚啊 就把他挂起来 后来龙鱼死了 挂在寺庙 告诉每个人 龙鱼救母亲的故事 而且呢 把这个龙鱼 也磕成一个木鱼的样子 用木头啊 为了纪念它 我们出家人每天在念经啊 要报恩啊 要救众生啊 念经啊 哭哭哭哭 就是龙鱼肚子的声音 这种牺牲自己 救别人生命的声音 这个就是龙鱼的来源 所以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寺庙门口 一定会挂着一个龙的头 肚子泼开的鱼 每一个和尚都会跟你讲啊 你看 孝顺的人 掉到水里面会不会淹死啊 不会 孝顺的人掉到水里面 连鱼都要救 但是同时要告诉别人啊 你不要欺负这个鱼啊 这个鱼虽然它是动物 但是它也懂得保护孝顺的人 懂得牺牲自己 懂得奉献自己的生命 去救别人 所以 牧鱼啊 我们现在传了几千年 天天在大雄宝殿都会 控控控控控 提醒大家要孝顺啊 要慈悲啊 不要恨啊 不要生气 所以同学们 阿嬷如果有在敲牧鱼 要不要把这个故事 讲给阿嬷听啊 要啊 阿嬷 每天慈悲哦 念这个声音 就是要让大家很快乐 来 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 有一个老国王 他年纪大了 快死了 但是他不知道 要把王位交代给哪一位啊 后来 他就把他三个儿子找进来 他说儿子啊 爸爸快死了 但是我要把国家交给谁呢 我要看哪一个比较有能力 我给你们三个同样的钱 看谁能够买东西 把这个皇宫塞得满满的 同样的钱 你买进来的东西塞得越满 我就把王位 国王的位置交给你 哦 他们三个各自拿了钱 然后大王子拿了钱以后啊 他去买什么你知道吗 他去买那个人家 收割以后不要了稻草 他那个钱买稻草回来 一回来以后啊 把皇宫塞满一半 爸爸就说 哦你好聪明 你好聪明 然后二王子买什么 你知道吗 人家在卖甘蔗 那个甘蔗皮是不是不要 他就花很多钱 就花他的钱 买那个